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令东来 今天我们要继续讲路宾赵紫围斗书讲义 昨天我们讲到天同心在迁移宫,把原文讲完了 今天我们说王庭之的评著 天同心是善心,它是福心 福心一般表示享受 所以说在外面就能够出门得福 在外面比较安宁,没有什么是非纷争的烦恼 原文说出门有福气,它得到的就是一份清闲之福 书上写,王庭之认为,他认为一般不足发达成名 其实只要格局大 如果这个人的命盘格局很大 那么迁移宫是天同,他在外面也是可以发达成名的 他后面补充了一点,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但是有吉星多,格局大 那么去了外地,仍然表示发达成名 第二条 命宫是空宫,迁移宫天同天良同宫 那么这个人呢,关路宫是巨门,财波宫是太阳 书上写,天良心是树阴的阴,它能够照顾你 它是贵人 所以说呢,除了能够得到福气以外,也能够有贵人扶持 更喜欢见到天魁天悦 那么深得贵人付诸 这一段话呢,说的都是对的 天良心,它对你有一种帮助之力 天良心呢,它是清贵的心药,它有贵气 又加上天魁天悦,那么贵气更足 这里我多说一下,天良心入庙 那么外面帮你的力量会更大 天良心落线,那么帮你的力量就减小 但是这两个组合呢,我们并不能说天良入庙 它就强于天良落线,不能这样讲 举一反三,大家想一下太阳星在迁移宫 令东来是怎么讲的 太阳在迁移宫,落线 它不能说绝对的差 入庙不能说绝对的好 天良也一样 去了外面帮你的人多了 那么你这个人很懒 成就呢,可能反而会降低 去了外面帮你的人少 靠你自己的多了 那么反而有可能闯出一片天地 我们不能说帮你的人力量越大 那么你这个人成就就越大 提外话啊,说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文化大革命时期 那有一个升官升得非常快啊 就是上海的造反派头子啊 这个王洪文升职升得非常快啊 他最开始呢,只是一个保卫科的啊 好像是一个小主任 但是呢,造反起家 结果呢,得到毛主席的赏识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他就成了党的副主席 这个呀,还真的是贵人扶持啊 而且帮他的非常多 但是呢,这个人呢 后来坐牢了,被关起来了 呃,归根结底 他的成就呢,是很低的 我们绝对不能讲这个帮你的多 那么你成就就大 其实呢,我们要综合一下你命宫的这个新药啊 命宫的一些内部的信息来看 那么王洪文这个人呢 他除了造反起家以外啊 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力 他在中南海的时候呢 啊,就经常背着猎枪出去打猎 而且呢,人际关系方面啊 跟这个老干部呢 关系也搞不好 所以说呢 就算他有毛主席的扶持 这个人呢,最终还是没有得势 因为他本人比较糟糕 那么我现在也跟大家讲了啊 我们遇到这个空宫的命宫 我们看外面对他的帮助力量有多大 其实呢,不是说帮的越多就越好 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 有些时候呢 不是说帮的越多就越好 帮你太多了 那么什么事情 一来伸手啊 饭来张口 这个对一个人的成长反而呢 是独立的啊 最好的是什么呢 最好的是你这个人有能力 然后外面又来帮你 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斗树里面最喜欢遇到的一种情况 比如说你这个人命宫 左辅文昌啊 或者说有其他的吉星 外面又有天窥天月 哎呀,里面有吉星,外面又有吉星 坐集会集 那么力量就有一个共鸣啊 互相的叠加起来就会很厉害 如果你命宫是空的 什么都没有啊 外面帮你帮的很多 可能呢啊 仍然是人生比较安稳 但是成就方面可能会差一点了啊 呃,除了看命宫以外 我们也要看身宫 呃,身宫如果有心的话也行 但是如果命宫都没有正要啊 那是不好的 第三条 千移宫天同巨门 那么这个人呢 官路宫是太阴 财波宫呢 是太阳 呃,最好是安命在魏宫啊 千移宫呢 是丑宫的天同巨门 那这个结构呢 叫做明珠出海 明珠出海呢 我跟你们讲过恩赐啊 明珠出海 他甲年生人 乙年生人 这个格局呢 都不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甲年太阳化季 乙年太阴化季 这个太阳跟太阴呢 它是一组对星啊 男人跟女人是一对 那么太阳化季的时候 这个男女呢 就不成一对 或者月亮化季 这个男女呢 也不成一对 啊 这就好像一对夫妻一样 其中一个 不高兴啊 其中一个化了季 那么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去配合他啊 呃,所以甲乙年生人 是不成格的 以及如果遇到文昌文曲啊 其中一个化季 这个对格局呢 也有影响 呃,这种组合呢 在外面容易有烦恼 容易有口舌是非 呃,唯独见疾心 那么就在烦恼口舌中发迹生财 见到凶心 那就口舌是非 非常严重 甚至于有官司是非 尤其害怕巨门化季 或者巨门青阳 或者巨门天行 巨门天行 巨门火星啊 都比较凶 天同巨门 如果天同化路 或者天同化全 或者巨门化路化全 又有左右奎越 路马都表示在外创业 如果命宫星要一般 那么可以适合去外地发展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呃,其实我告诉大家啊 这个天同巨门啊 或者是巨门呢 天同啊 这种结构 不需要有太多集星 他都有可能创业 有的人呢 就光有一个巨门化路啊 没有任何集星 他也创业了 但是呢 集星太少 所以说创业的成就一般 想要创业的成就大 那么最好是有双路啊 巨门化路又加一个路存啊 两个路一起来 那么力量是很强的 或者既有巨门化路又有左右 或者既有天同化路又有左右 或者既有天同化权又有天窥天月啊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一般来说集星越多 创业的成就越大 第四条 天同太阴 必须要太阴入庙 才表示出门能够发大财 这里呢 说的是对的啊 如果太阴落线的话 那么在外面呢 成就一般 也不能说去外地就没有成就 只是说去外面呢 成就普普通通 太阴入庙 那么发的会很大 唯独马头带剑阁 例外啊 就是千移宫呢 有这个天同太阴 然后又加上秦阳 这个时候呢 出外啊 也有发的机会 但是难免辛劳奔走劳路 马头带剑阁 我跟大家分析过 这是武功 因为武功属马 马头带剑 就是带了一个秦阳心 那么马头带剑 他一定是丁年 或者是几年生人 听着啊 马头带剑 一定是丁年 啊不不不 口误啊 口误口误 错了 马头带剑呢 一定是丙年和物年生人 丙屋生人呢 陆存在副宫 秦阳就在武宫 这个呢 才能构成马头带剑 那么丙屋生人呢 我也跟你们分析过 丙年天同化陆 又加秦阳 天同呢 不怕秦阳啊 能够激发他 丁这个物年生人呢 物贪 因壁基 太阴化全 太阴化作权力的新药 又加上一个秦阳 这个时候呢 也能够从武职技术方面 获得发展 但是如果是物年生人啊 物贪因壁基的话 这个太阴化全 又加秦阳 他多多少少呢 对身边的女亲 有行客 如果太阴化际 在迁移工 就算入庙 也不主发 反而容易破财 投资亏本 王先生这个呢 我觉得不太好讲 迁移工的天同太阴 天同太阴 如果在子宫的话 这个呢 应该没有他说的投资亏本啊 破财啊 那么严重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太阴化际 遇到了什么样的新药 太阴呢 他是财星 一般来说 去了迁移工 表示你去外面呢 容易损财啊 容易破财 容易花钱 就算入庙 也不主发 这个 还是看一下 三方四正啊 综合起来看 以及破财呢 也看一下 大县和流年 我们暂时只能说 他去外面容易破财啊 还不能说 他一定会亏很多钱 如果亏很多钱的话 那一定是有 太阴化际啊 又有其他的煞星 比如羊驼 火灵 空节啊 等等 第五条 天童遇到情羊 表示口舌纷争 遇到陀螺 那么多烦恼 或者受到小人侵吞剥削 其实这个影响都不大 天童在迁移工 加上一个羊啊 驼的 你说这个人多烦恼啊 有口舌啊 其实不是什么 特别重要的一个判断 小人的星系呢 是陀螺 阴煞 天遥 天须 文昌文曲 化际 或者太阴化际啊 这个也可以啊 天机化际 也有类似的星知 天童和秦阳 或者陀螺同工 三方夫政 更有驻煞 那么表示灾祸 这个煞星太多了 煞星太多 迁移工的这个力量呢 煞气啊 就比较强 就有可能有交通意外 或者是其他非人为的灾难 这里我解释一下啊 迁移工如果遇到煞星很多 那一般而言呢 就不要出门了啊 待在家里会好一点 第六条 天童遇到火星灵星情阳 火星灵星天行 那么在外面呢 有人事斗争啊 这个这个时候呢 天童就不是享福了 因为煞星太多 煞星太多 所以说呢 要注意自己的人际关系 会跟别人有争斗啊 斗争不宁 又见秦阳化际防止 遭他人谋害 最好呢 要以和为贵 这个尤其是天良做命的时候啊 天良做命 本来人际关系就不太好 迁移工天童 又遇到煞星多 那么就容易跟别人杠上 第七条 地空地结大号 它是破财损失的星系 迁移工不管有什么啊 只要有地空地结大号 去了外面 花销都会很大 花的都会很多 大线也是一样的段 做笔记 大线的迁移工 有地空地结大号 去了外地花钱很多 花销比较大 在外地容易破财 园局建道 不宜在海外谋生 命攻击力者 已在园局地谋生为夷 留年 留月 留日建道 可能是旅途失财 不离出门 大线 迁移工有这组星系 在外面也容易破财 在外面会有损失 但是呢 听清楚啊 在外面破财 在外面损失 有些时候 他是不可避免的啊 也不能说特别的凶 比如说 我这个大线啊 迁移工呢 就是地空地结 还有这个天空啊 露存 表示我去了外地呢 一定会花钱啊 我如果定居在外地啊 去外地的话 那当然是要破财损失的啊 有些时候呢 他的性质没有你想的那么凶 第八条 天同入庙 遇到煞星空结 呃 入庙的话 这个煞星呢 力量会减小 以虚惊为主 但是如果凶器重 仍然不宜出门 这个很简单 不解释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天同在奴仆宫 那么给大家呢 一分钟时间 预洗一下 先用自己的思想推理一下 然后再看书 然后再听我讲 好的 时间到啊 我们呢 先讲天同在奴仆宫 先不要看书 天同呢 他是福星 福星去了你的奴仆宫 一般来说 你的朋友能够让你想福 一般来说是这样啊 而且天同呢 他表示一个享受啊 他还带有一种成就感 那么天同在奴仆宫的人 有些时候呢 可以这样说 就是他跟他的朋友在一起 他会感到内心的享受 感到有一种满足 感到有一种成就啊 等等等等 例如说 贪狼星在虚宫 或者是成功做命 这个人呢 奴仆宫就是天同星 在卯宫或者友宫 这种组合呢 有很多是当老师的 这个当老师的人呢 他的奴仆宫有天同 什么意思呢 他在带学生的时候 他在讲课的时候 他能够获得满足感 能够获得成就感 做笔记啊 天同星呢 他是福星 福星其实有多种解释 那你为什么能享福啊 因为你满足了 你满足了 你才能享福吗 如果你都没有满足 你怎么能享受呢 怎么能有福气呢 对不对 好好推理一下啊 福星这个概念呢 过于的宽泛 我们在算命的时候 要把它解剖的很细致 福星那为什么享福 因为有成就感 有满足感 那么在奴仆宫 这种成就感 满足感 就从这个奴仆宫这里获得 可以这样讲 好 我们看书 天同在奴仆宫 表示交往多方面的朋友 入庙有帮助 与天良星或者太阴同工 那么会有义友啊 这个朋友呢 会直接了当的指出他的错误啊 说这个你这里呢 做的不好 那个地方做的不好啊 等等等等 身边呢拍马屁的比较少 与巨门同工啊 容易有误会 容易有这个不理解的事情 容易有口舌是非 天同心遇到羊驼 那这个呢 就变差了啊 因为天同是享受 代表享受的心要 遇到羊驼同工 那么你这个享受呢 就不太多 会有这个人跟你作对 受到朋友的拖累 或者是牵连 或者被手下人呢 陷害啊 手下人呢 不讲义气 等等等等 遇到火星灵星啊 这是同工 听清楚啊 火星灵星 主要同工的情况 因为朋友而受气 这个呢 如果是三方复正遇到 那么影响会小很多 基本上可以忽略啊 主要看工里面 遇到空结大号 因为朋友而破财啊 很简单 王庭之评注 第一条 天同心是善心 与人际关系有利 所以说 在交友工的基本性质 是交友广阔 朋友来自五湖四海 不同社会阶层 上到达官显贵 下到街头小贩 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都可以聊上几句话 这个呢 是天同心在奴仆宫的一个优点 人生呢 不会孤独 但是单丁 见到天同 不表示 朋友下属 对他有帮助 只表示感情还可以 相处还不错 不一定会借你钱啊 不一定会 这个在其他方面 给你直接的帮助 天同在奴仆宫 如果入庙 那么帮助会增加 帮助呢 会比较大 但是入庙 见煞星 那就没有什么帮助了 最理想的呢 是天同在奴仆宫 有左右奎越 唱曲 那肯定能帮你 唱曲呢 增加感情 左右奎越 增加助力 见到左右呢 也表示朋友数量增加 见到奎越 那么朋友里面会有贵人啊 会有这个 有存傅的人啊 会帮助你 帮你分忧解难啊 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天同只有唱曲 没有俯碧奎越 又有桃花星 那就表示这个人呢 风月之交比较多 其实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 不是什么风月之交 而是这个人呢 异性缘比较好 做笔记 这是我跟王庭芝 不一样的地方 天同心 在奴仆宫 遇到桃花星多 表示这个人呢 异性缘不错 这个都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好说的 第三条 天同天良 或者天同太阴 表示得异有啊 能够直接指出你的错误啊 正有 就是一个言字旁 然后加一个争端的争 天同天良 主得直见之有 有了什么不对的 他们会指出来 或者是年长 而具人生经验之有啊 这也对 因为天良星呢 它是老人星 老人星在你的奴仆宫 那么你这个人呢 就容易跟年纪大的人结交 或者呢 直见中严的下属 天同太阴呢 表示有夫人感情 呃 王庭芝呢 这段话分析的相当好啊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 他呢 在这个天良啊 太阴呢 这两颗星的区别 联系方面 做得很不错 天同太阴 都是属水的 属水的星药 那就带有感情色彩啊 这个天同太阴 尤其是太阴入庙的时候 那么两个人呢 感情不错 跟朋友呢 感情深厚 以及呢 在赚钱方面多助力 有红端天喜 那么异性缘很好 得到异性友人的助力 或者受异性下属支持啊 这些都是对的啊 第四条 天同巨门 那这个巨门呢 他会遮住天同心啊 巨门表示障碍 朋友虽然多 但是却常有欠知己的感觉 热闹喧哗 但是内心孤独 巨门呢 他也不是善心啊 表示容易吵架 就算是没有杀心 没有话迹 也表示会有误会 或者不谅解 巨门话迹 争吵尤其严重 天同话迹 那感情有重大创伤 这个都不解释啊 很简单 管理下属方面 这个心系呢 表示以权术 之事啊 不能以得福人 关于这个天同巨门 在奴仆宫呢 大家呢 应该马上想出来啊 天同巨门 同宫的时候 那这个呢 一定是子威 在子宫 或者在武宫 那么天同巨门 在奴仆宫 这个人呢 命宫就是破军 也跟他命宫的破军 有点关系啊 命宫是银宫 或者身宫的破军 兄弟宫呢 是空的 奴仆宫呢 是天同巨门 书上讲呢 跟他的朋友 有误会啊 不谅解啊 闹矛盾啊 这个不光是奴仆宫 天同巨门啊 也跟他命宫的破军呢 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命宫破军的人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这个破军复命的人呢 啊 多多少少 他有偏见 或者说破军 做在身宫的 破军 做在迁移宫的 都有 现代社会呢 最常见的 就是这个 地域骑士啊 他说你是农村来的啊 这个破军复命的呢 一般来说啊 他就可能 有些这方面的 歧视你 或者说 呃 他之前啊 遇到过一个 姓赵的啊 骗过他 然后你又是姓赵的 他可能也会因此呢 出远你 就总而言之 破军做命的人呢 他的人生观啊 多多少少有点 不太端正啊 就是跟这个天象做命呢 有明显区别 呃 如果是天象做命 破军在迁移宫呢 他也多多少少 有一点这种偏见色彩 不管是怎么样 他肯定会有一点偏见 因为你有偏见啊 所以说呢 在管理下属这方面呢 做不到一碗水端平 呃 有些时候啊 你这个属下 你可能对这个特别好啊 对另外一个呢 就容易找他的查 那么你的手下呢 当然会跟你有一些矛盾啊 跟你有一些是非冲突 我们呢 当领导的 或者说啊 像我一样 做教师的 讲课的 那么不管是对谁呢 都要一视同仁 都要说是这个 共同的啊 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待遇啊 不能说是 对这个特别好啊 对那个特别差 这种的话是一定会有口舌是非的 会有一些矛盾 第五条 加上羊驼 那么朋友之间感情会变差 天同情羊 那么受到朋友的拖累 或者牵连啊 一般来说呢 是朋友这边呢 跟你感情不会深 然后呢 有些问题呢 经常是会有意见不合 或者受他们拖累啊 牵连啊 吵架啊 等等 一般来说 光有一个羊 或者光有一个驼呢 危害不是很大啊 除非是里面有青羊陀螺 外面又有煞星 火灵啊 画迹啊 等等 这里需要做笔记啊 令东来说了 奴仆宫里面光有天同情羊 一般来说危害不大 或者奴仆宫里面光有天同陀螺啊 危害不大 想要危害变大 那么里面有情羊 外面又有火灵 空节 画迹啊 等等 那么危害会增大 那么危害会增大 第六条 天同 加上火灵同度啊 注意这里是同度 火灵同度表示受闷气啊 受气 关系 不好 口角 纷争 反而不如 反而不如一个人来的安宁 这个是要同工啊 如果不同工的话 那么不能这样断 第七条 天同星 遇到空节大号 表示应有破财 这个破财呢 一般来说也跟感情有关啊 因为天同是感情星 很简单 好 我们再往后看 天同在关度宫 给你们的几十秒时间 预习一下 天同星 在关度宫 那一般来说呢 福星去了关度宫呢 不是特别好 因为这个天同啊 它是享福的星要 享福的星要 去了一个人的事业宫 我们说这个事业宫呢 最好就是有主星 这个事业宫的主星 哪几颗呢 跟着我背一下啊 紫威 一个连针 一个太阳 一个天象 一个啊 紫威斗树里面有四颗关路主 紫威星 连针星 天象星 太阳星 这都是关路宫的主星 除了这副科星以外 天府去了关路宫也不错 因为天府呢 表示吸收积累和发展 如果关路宫有天府 那这个人呢 他在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吸收 不断的积累之中 他能够发展起来 那也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这个发展方式 这个天同呢 书上讲啊 白手创业 有小发大 这个呢 还是要看格局 看组合 遇到画路 画权 画科 事业鼎盛 这个是对的 做笔记啊 关路宫 天同星 遇到画路 画权 画科 那么运气会变好 因为天同呢 永远会遇到天机 如果天同画权啊 这个冰年生人 太阴画路 天同画权 天机画科 这个呢 一般来说是天同最喜欢的结构 天同巨门同工啊 于艰苦奋斗中成功 这个天同巨门呢 我也跟你们说过啊 它是一个创业的组合 呃 他总是一般来说呢 他总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啊 当然成功以后呢 这个井水 他可能会掉下去 如果他不努力的话 这个天同巨门呢 成功以后又会失败 或者说呢 不如以前 天同太阴 适合在以成局面下发展 这个呢 命工是空的啊 迁移工是巨门太阳 财拨工 天机天良 这个书上讲呢 最好是以成局面下发展啊 就是去打工 上班 我个人遇到的例子呢 也都是上班的多 就是稳定一点啊 就准确的说是稳定一点啊 不要 不要很快就创业 天同心遇到文昌文曲 一般来说 适合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如果在落线的工位啊 天同落线或者唱曲落线 那么还是一个上班啊 公众机构或者是机关部门啊 担任一个小科员 天同遇到陀螺 天马 业务多变动 多纠纷啊 这个把天机加上啊 天同心在关度工 那么一定会会照天机 天机本来就是一个动心 又加天马 那么就多变动 又加陀螺 那么变动带有一个不利性质 做笔记 天马心加天机心 一般来说变动是比较频繁 但是并没有说变动是否是带来痛苦 带来不顺 如果加上羊驼 那么变动才会带来纠纷 带来烦恼 这里呢 你们做笔记的时候 把陀螺星画一个圈 然后箭头打出去 指向纠纷这个字 这个天马天机 那就是变动 陀螺星才表示纠纷 光有天马 光有天机是不会有纠纷的 遇到晴阳天行 事业上多奉事纠纷 容易打官司 这个呢 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我们就姑且把这个注意一下 他说关度公天同 遇到晴阳天行 容易打官司 我没有遇到 会照火星灵星 处事多逆境 这个也简单 火星和灵星 那会给给你带来一个伤害 给你带来一个痛苦 所以说呢 做事会有很多的麻烦 会有很多的不顺利 遇到地空地结 那么事业由幻想中变动 或者艺术技能起家 这个遇到地空地结呢 一般是坏的 除非是又有疾星 有疾星 那么就可以创业 由幻想中起家 由这个创意中起家 或者呢 是艺术方面 技术方面 等等 王庭之瓶柱 天同是白手起家的新药 在命 财 迁移工 关度工 都一样 如果有极星极化 那么创业就会成功 如果遇到煞星多 那么创业呢 很难成功 容易失败 但是无论如何呢 事业都是 从零开始啊 就是渐渐的发展 没有问题 不解释 第二条 原文说 天同心遇到三极化 事业鼎盛 这个是说比一般人强 事业鼎盛 一般来说 它肯定比一般人过得好 如果说建文昌画科 或者文曲画科 那么仅利于文化教育 或者文化事业不复鼎盛论 我这里讲一下啊 天同见路全科呢 这里是三个都一起见 三个一起见 那么事业呢 发展会很好 如果光有一个画科 力量很小 光有一个画路 力量也不大 如果是丁年生人 刚才讲过了 尤其是太阴 在妙望的工位 那么事业会很顺利 名利双收 又有腐壁奎越 很多极星 那就表示事业鼎盛 第三条 天同巨门 因为巨门呢 表示艰苦 巨门表示障碍 而巨门是遮蔽的力量 它是障碍物 事业上呢 会有很多不顺 会刚开始呢 会有组织 如果煞星多 那就没办法创业 如果有极星 有这个画路 路存 那么是可以创业的 可以发展的 有极化 有极星 那就与艰苦奋斗中成功 逐渐发展 逐渐起家 而且还很有可能成就比较大 做笔记 不要小看天同巨门 天同巨门如果发展起来 它比一般人也强不少 但是天同巨门呢 有一个缺点 就这个人呢 恒心不足 不管是做命 还是做官渡工 还是在财博工 还是在这个 其他工位 这个人呢 刚开始 他是会比较努力 如果有了钱以后 渐渐的就会有些懈怠 天同画权 遇到巨门画迹同工 最好以口舌求财 否则呢 会有很多是非 纠纷 吵架 有欠人员 这些呢 都比较简单 后面还很长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后面大家呢 预习一下